好了 夏宝龙本来想摆头的 但是整天都说夏宝龙、阿超 其实是很有趣的 你怎么解读呢 夏宝龙重提习给宁波帮的信 这个信有多久呢 大家应该还很新的 大约就是8月头的事 现在是9月尾了 不是很久而已 六个礼拜左右 习主席专门给宁波企业家回信 说他们充分肯定、鼓励 看见你说的关心、关爱 充分看见那个高度用词 这两天夏宝龙被团结基金会写了一封信 祝贺信 十周年 什么是团结基金会呢? 我真的分不出 好像很久了 但我已经听过了 陈志思做主席 即是 梁振英那当是什么? 香港明天会更好基金 是吧? 总之这堆东西 古古怪怪的这堆东西 团结基金会 这些 但是他做了一封信 提不提就是习近平两个个半月前 写给宁波帮的信 是吧? 搞到当时中华总商会开会 学习 回信 是吧? 这封信当然都是23宗全会之后 整个整体的... 当然很多人说香港有份了 快点帮忙 似乎习主席呢? 习主席呢 对香港的理解呢 还是狮子山下的理解 还是当年 他的释贱真的有问题 他还以为香港还是工业制造 当年他不是将这些制造业的经验 是吧? 国内设厂投资 是吧? 到了80年代已经不是了 他要学香港 学金融那些 是吧? 但是70年代 即80年代初 80年代初 什么都学香港的时候 首先第一批上去的 当然是那些厂家 上去开厂 这样 那这些呢 他还是停留在那个释件 所以就写信给宁波帮 你们重新帮手了 我们现在要... 那 夏普龙知道吗? 我们在说这些是古时的东西来的 十年一个春秋 二、三十年前的事了 是吧? 还讲制造业 还讲宁波帮 你听一下 袁弓夷说 他是什么? 宁波什么? 上海... 已经不是那些人了 我们小时候都是的 首先是出现上海帮 上海帮做生意 但后来就很快就转了 潮州帮 是吧? 接着就... 即是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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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六的事了 又贯彻学习 刚刚学习完而已 积极求变 是吧? 大公文汇网也都... 煲了一轮的 一轮回来看到这些东西 现在突然间... 时光倒流了两个月 就寄了凶讯给他 还有呢... 就是... 在《文汇报》赞文 一个叫姚志胜的人 不得人查他是什么人 赞文指《文汇报》 习近平给香港企业家的回信 肯定了香港一些企业 爱国 爱港的优良传统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很窮了 你没有听我的评论的 你看看他那种相映出来的 这个凌波邦那个同乡会里面的 很小而已 几百尺而已 空间 勉务企业家继续作出贡献 香港还没有企业家呢? 实业家 你叫田北俊 田北辰那些 那些去搞事也好 制衣业还有点点 现在香港不紧 现在又自及兴了 那这帮实业家有没有钱呢? 这个才是大问题嘛 是不是? 夏宝龙就写信给团结了十周年 是不是? 希望香港的社会国家尤其是充公势发挥企业家精神 但是香港还有工业 香港还有塑胶花 什么起家呢?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航运 拆船 接着就是李嘉诚搞塑胶花 是不是? 接着就到这个纺织业 这些工业 我们的确是有工业 我们小时候看香港电台 我们的工业介绍我们这件事 香港有很多工业的 钟标 成衣 电子业曾经辉煌 是不是? 相机那些有的 原来那时候香港也有些东西的 当然现在不知道去到哪儿了 竟然呢? 香港现在 是不是? 几大支柱 四大支柱 随口说的而已 什么? 金融啦 为止啦 航运啦 是不是? 航运物流贸易啦 薯片讲了啦 我们还有四成啊 这里先保住它 是不是? 这些不是工业来的 不是企业家可以做到的 航运业的 航运业都算是企业的 地产啦 地产卖了街啦 这几天说撑啊 撑一条毛吗? 是不是? 就是在撥股市正在升 但是这些东西你当是虚伙啦 看定啦 自己决定啊 这些 习近平讲一句话 香港股市要升的 当然借个消息炒一下啦 有些 我们不懂都知道啦 几十年啦 香港股市那些炒作的那些 另外就地产啦 金融啦 金融啦 航运啦 那什么时候还回去整索交花呢? 现在就寫给零波帮 零波帮照都是做这些啦 小工业的东西啦 是不是? 现在竟然就突然说 那就好啦 其他的那些不用管啦 是不是? 那些地产那些 哎呀 别叫我投资 没钱啦 是不是? 叫零波帮他啦 零波帮个个不敢表态 是不是? 因为一表态跟着记者就问你 你准备投资什么啦? 有条毛钱吗 是不是? 那现在竟然是最近呢 将这个 将重振香港的责任一推 从啊 超的 沉重的肩膊一推 推上去 超前两天 是不是? 突然间很风骚 那么 所以政治一日延长 啊超本来已经是危机四伏的了 现在不等于危机成为过去的 因为每一天都是在发展的 是不是? 主要你看香港的经济情况 收支情况 这个有没有发展改善 那茂波说 如果改善到 那么都不能说了 当然是继续坐一会 再坐一会 超 那突然间就说 不是啊 不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政府的责任啊 各界啊 那又是同一个问题而已 那你想他做什么呢? 买下楼啊 联波帮上来买下楼也撑下这件事 啊 陈志思就在这个周年基金会宣读下保隆比基金会的贺信 这个要认真就是原文照读 是不是? 他表示 希望大家深入学习习近平比基金的重要回信精神 其实是吃八月六个礼拜前的口水尾而已 成全爱国爱乡 优良传统 信应时代变化准确 识变 应变 求变 你问我呢 我一向都很直言的 第一个我不满意当然是李家超 阿超 我以为阿宝龙 阿宝龙更坏 你真是说了 现在有这样局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阿狩的阿宋那个 此似的样子 他是除了卸卸卸卸的 首先卸给阿超 发觉现在上面不是这样的风气了 阿超还没能移动 那你找人賴的,竟然賴的工商界,工商界声都没有声,已经整个礼拜了,声都没有声,他现在再借头借路,有空没事写信,破人,然后又这些套运就搬出来,是吧? 习近平说过这些东西,炒冷饭,我相信他会比阿超早走,因为他应该到了退休年龄,现在不知什么呢,拖住,还在那里拿着这个位置 充分自负功能,企业外国外港的优良,坚定支持行政长官,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其实最能够代表这些企业家,企业反而民建联那些,是吧?那些中小企,最能够 就是以前那些,凌波波那些,全部都变成了中小企,是吧? 还有生意做的,但是你叫他,他不是出来哭的,你不要召喚,我做小店而已 现在是这样的环境,你竟然叫他坚定支持,是吧?团结一致,找机会,拼拼入,这些套语是很老土的,搞建设,谋发展 哎,实实在在他努力,为祖国伟大复兴,做了更大的贡献 那陈芝芝读出,这个贺电的时候,有没有笑了出来呢? 接着就找这个姚志胜,在文贵报做一篇文,是吧? 其实都没有说到话的,大开架,你们努力吧 也有些好的,比如李嘉诚,这个没有再得罪了,是吧? 就是不敢叫他,可能你叫一些地产的,是吧? 另外,大公报评论板,处理文章解读这个 就是说有发展虽然临于不败,唯有发展而设向往 时代与优良传统,诸如此类,这例子太多了,未然前景广阔了 信心来自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来自发展的历史机遇 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其实很喜欢,比较薯片,甚至是唐英年,甚至是萧老板那些 他们说任何关于香港的东西都是很实际的,是吧? 减息啦,或者说,喂,做按揭啦,银行不该 我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很清楚,尝尝都知道怎么尝尝 你这些呢,永远就是,哇,美好啊,将来啊,这些都搞了大空 一翻之后,归根共底,要发展由大市民来推动 还我们的民主自由行不行呢?七百多万市民 现在很明显七百多万市民就学了过来的躺平,是吧?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呢,我也只能提醒大家保本保命 保住你自己的小小财产,你就别别人相信他了,是吧? 他也有他说,但是一般人是我们资讯自由,是吧? 我们的挑通眼眉,香港人最擅长的这些东西,是吧? 你想,为什么说一些好像很愚蠢的东西? 文章又说,应变又变,这些是废话来的,那些废话不再说 究竟现在中,就是在想什么呢?大家可能不明白 我就想想,我就明白,明白了,他看重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你说金融呢?金融就难搞了,是吧?当然了 金融都要搞了,怎么帮助四伏好些什么? 总之他看到香港呢,你说是不是看着那块钱呢?没有什么的了 当然有块钱了,要撑上回汇率,那些又不能动的 其他的那些都没有了,是吧? 就是,一般储备,现在开始干堂了,要借钱的了 所以一般储备,他来我借钱,你不用,他动不了外汇基金的 因为外汇基金,你知道顾其名思义仔要撑上外汇 除非他取消了,那这个大件事,我量他都不敢 就是取消香港的联系会论制度,因为你回不了身的了 以后香港真的回去,已经是八二年的事了 八二年是什么概念呢?八二年是刚刚工业完了,转型进去财经 就是金融业的年代,那时候所以有混乱,是吧? 有炒作,加以九七问题,所以就整了个联系会出来 那结果稳定了,那现在的基础就在这里了 现在香港的基础不是七十年代的基础 你想想一下七十年代,那究竟是什么事呢?大家要知道 香港原来十六万亿,十六万亿的储蓄 香港很多有钱的人,老爷 那这些钱呢,我想中央是在流口水的 但是这些是私人财产来的,是吧? 那这些钱哪个人有呢?我相信这班以前 做塑胶花好、做厂好 那现在不做啦,没得做啦 但是他们不会破产的嘛,其实他们存了 比如买了很多物业,做了,不是每个个买物业的 可能买了很多基金啊,很多成的 那这些钱呢,其实是可以移动的 在民间,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叫他们出来 我们不要错了一件事情 现在还有没有人做工厂呢?没有了嘛 但是以前做工厂 发了那些人呢,除了买房子之外呢 他不是每个都买几十层楼的 有人买房子,有人也将那些钱 种着来买房子,现在还有价的嘛 是吧?就是说这十六万亿呢 储蓄呢 银行存款啊,不是什么来的 其实是香港人老了那些人 就是这一帮七十年代发了 现在变了隐姓富豪 其实香港有这样的人 这帮人呢,老共呢 谋你们的身材啊 你自己拿出来是好的好的 有点像五十年代那时候 那帮大陆的有钱人,资本家 政府跟你合作做生意 大家自己小心 当然了,我只是一个意见而已 很简单,第一 这些人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了 财富转移,财产转移 也都转移到外国 我相信就有一定的做法了 是吧?你看看员工现在 为什么不搞他的家的财产呢? 我想他的财产在外国 早就是了,但是呢 那你放在香港银行的存款呢 你包括是买了外匯啊 买了美金啊,诸如此做定期啊 这些呢,就是表面就存在 但是呢,也都撑着银行业了 如果想移动你们这笔钱呢 那呢,你们自己想了 那最紧要就是呢 你要安排到呢,随时走得的 现在的人多数就是了 还有这么老衬给你财 我想就是他不敢硬来 所以他就用这些 鼓励你回出来投资啊 你们那十几万亿拿上来 买大陆的股票啊 投资在祖国啊 是吧? 明白吗? 那希望有息之事研究一下 我是一个idea 是吧?因为我觉得 搞什么呢,突然就猛看着什么零波帮 我们不排除这些 他们已经不是地产佬了 不是四大地产佬了 他们已经没什么玩 金融那些他们没份了 又不是什么 但是他们,其实他们很多钱 可能是买在股票啊 或者是不动产那里 有很多钱 这些人呢,这些是资金来的 反正你放在那里生虫而已 收息而已 不如一起帮忙推动吧 我估计就是看动了这件事 还有,简单来说 如果这些人肯将钱去买香港的 香港的 银色基金啊,银化基金啊 这些,不是,债券啊 这些东西 那你都完全是撑着香港的局面 是吧? 没有死错人的 是吧? 可能很多人没有研究过 但是我只是一想 究竟那16万亿是哪里呢? 为什么香港还好似这么有钱呢? 因为的确上一代是很多人处下很多钱 是吧? 尤其是这帮零波波 大钱没有而已 都不少的 所以不要当他们完全笨蛋 突然间叫你支持祖国啊,这样那样 要你支持你香港的经济 可能就是你不要把钱放在哪里 现在香港经济这样 你买股票也好 炒回你所有东西 希望这帮 隐性富豪 香港的隐性有钱人 是吧? 发挥你的爱国精神 那原来呢 暂时就不移动阿超 不过就想移动你们的钱 至于你们 这次走不走呢? 那你就自己想了 应该不包括我 我很少钱的 好了,多谢大家